我们也知道其他组都是怎么搭配的了 其他的四组的老师 基本上有三组里面 都有我之前合作过的老师 唯独申哥和盖哥都没有合作过 这个舞台要真的是荣耀进去 它就比较重要 所以我要用的特权就是 就是听周深和盖的舞台的 好 这么柔的歌 这么柔的开始 好 合唱 我已经知道他们彼此的身份了 就是一个奥和一个 那我们的优势在哪 木兰兴这首歌 它还是 我们可以给它设定一个故事线 把它当作一部音乐剧的内心独白 夜黑的酒山莫滴了 那颗新铃子照过来 《披护从军》这个故事都非常熟悉了 你是剧里的主人公 就是 以木兰的角度去演唱 我唱歌基本只给的比较多 没有什么机会去唱一种比较贴近一点音乐剧那种感觉的歌 对 我特别想说的是 音乐剧里边特别讲究的一个东西就是 四声 这里边有很多地方 看看天上 于是我剪下了月光 月光 你音乐剧里边 我们一定要知道你在唱什么 你的咬字不清楚我就听不清楚了 还有一个你的四声听清楚我才能听得懂 我才能这个故事我才能延续我能看得懂 你在这个角色里边 你要自己给自己设定个故事 战场上就是很人 对 但是呢你到半夜一个人的时候 卸下铠甲的时候 对 卸下铠甲的时候 你看到那颗星星的时候 突然间你想到了自己的父亲 一个感觉思乡之情 你要自己在那个感觉里面你找一找 这世界好宽 我觉得站在那儿 就看着一个地方唱就好了 我觉得非常好非常好 你只是需要把这个歌怎么能够表达的 像音乐剧 它们有各自各自的优势 那我们也要拿出我们的自己的优势吗 真的感觉下来就像是增加了一个集训 学到了太多 现在我已经走到这一个阶段了 我们的歌曲 在别人眼里怎么样 我们不管了 反正那首歌一定会使我们的进去